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具体的时间 我也忘了 差不多快到冬月的时候 那天我一大早起来就没看到她 我就觉得不对劲 因为她从来不会起那么早 开始我们以为她是约了朋友去吃面什么的 可到中午她也没回来 给她打电话 她也不急 我听说之前 她有说过要离家冲走 说过 具体什么时候你还记得吗 当时那段时间 她连在街上和一个混混搞在一起 我们觉得不合适 毕竟我们这种小地方你也知道 后来她在家里闹 她在家里闹了好几回 就说要跟那个男的去浙江 走的时候有带行李吗 带了 之后你没有联系过吗 男孩叫什么名字 你还知道吗 家住哪里还记得吗 家住哪里还记得吗 不 Casting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此次的案件并非由网约车引起 而是一起借用网约车造成的蓄意谋杀案 虽然这个情况还没有得到警方的证实 但这个消息毕竟发出便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网约车公司方面也反复强调 此次的案件的性质 与之前发生过的网约车案件完全不同 他们的司机赵某也是案件的受害者 他们希望警方能够尽快地抓住真正的凶手 还给被害者和网约车行业意谈 他们从哪儿知道的这些 周灿的资料呢 怎么也还在赶 我不是说了昨天就要要吗 昨晚他太困了就回去睡了 是不是还有人不清楚现在的状况 是不是 袁队 周灿的资料 周灿的电话号码 从16年12月11号之后 就没再使用过了 这个号码一直到移动公司注销 都没有任何通话记录 他用自己的身份证 在12月9号 也就是农历的冬月十一 买了一张去杭州的大网票 整个杭州城呢 也没有他身份证登记的记录 一直到去年三月份 他的身份证过期 也没有来补办 然后呢 对了 还有两张银行卡也都差不多 都是16年11月或12月之后停止使用的 他卡里还有钱吗 工行还有几百 工行还有三年多 如果说他12月9号去的浙江的话 不可能一分钱不用 不过他卡里面的钱的确一直没有动过 有没有可能他去杭州的路上出事了呢 我们查了同期的新闻 就目前所知来说没有 那只有一种可能啊 再说说他的男朋友吧 他的男朋友叫刘剑 九三年出生 身高一米七六 是周灿的同学介绍人士的 听说啊 他以前是一个天天跟一帮混子 混溜冰场 KTV的中国 没犯过什么大事 也没有前科 但是呢 你们可以看看这些 这是从周灿的KQ空间里 找出来的 林队 刘建查到了 他一七年年终 就从浙江回来了 现在在医院里上班 医院 跟你家在同一所 对 你不用紧张 我们就是过来简单地了解一下 李佳佳的情况 你们认识吗 认识 熟吗 只是认识吧 因为没在一个部门 所以也没什么交集 李佳佳在医院里 和同事关系怎么样 有没有发生过 什么不愉快的事 什么不愉快的事 没有吗 我没听说 李佳佳出事之后 医院里 不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吗 就 更改了一下 值班的座席时间 换了几个监控 其他的 就没听说什么了 他出事那天 你在上班吗 上 不过 我们都是按照 白天正常上下班的 几点下班 下午六点 之后呢 你干什么去了 那天 正好学校的朋友过生日 我们就去聚了个餐 后边还唱会儿歌 才回去了 你记得挺清楚 这不第二天新闻传开了吗 当然清楚了 这个给你看 这个照片 你们哪来的 我们是警察 你说哪来的呀 说说周灿的情况 周灿 怎么突然问周灿了 你们去浙厢待了多久 什么时候回来的 他没去 我们都查得很清楚 十二月九 他没去吗 他真没去 我骗你们干吗 你们不是一起买票去的吗 票是我买的 可他没去啊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你也没去浙江 我去了 第二年七月份花呢 我们本来是说好一起的 那会儿我们在一起 他家里人却一直很反对 所以我们就商量 一起去浙江 可到了那天 我在车站一直等到 发车他都没有来 我给他打电话 他没接 给他发信息 他还没有回 我想 他可能是改变主意了吧 后边 你就一个人去了浙江 那之后呢 周灿没有再联系过你 我后边有联系过他 可他电话 已经处于关机状态 我想 他可能是换电话了吧 周灿 出什么事了吗 周灿 这个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 你知道吗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他和李佳佳还认识 周灿有参加过一个选秀节目 你知道吗 我听他们说起过 不过 好像在节目录制当中就停了 具体我也 他有跟你说过 为什么停了 行 那你先忙吧 有需要我们再联系你 周灿是出什么事了吗 你不用多想 有消息我们会告诉你 我会让你来 你去 你去 小慧来了 不好意思 刚刚那边一直在排队 快快 坐下室 走 走 总之呢 电视台的意思是 选秀不是他们做的 而是一家外面的公司 他们只是接了那个节目的广告 那段时间呢 也只是在放那个节目的广告 具体节目就没播出过 我也有点印象 那个时候啊 好像广告特别地多 有些车上放着喇叭 专门下降做宣传 节目不知道谁做的 广告也不知道谁接的 怎么可能一点记录都没有呢 你这电视台比哪儿都乱 去年两家合并之后 很多资料都没了 一问三不知 我觉得啊 他们就不想谈上这事 李子勤出事之后 他们同事呢 电话换了 人还在找 刘靳呢 李佳佳出事那天 他应该是没什么异常 正常下的班 之后跟几个朋友 去了长乡会吃饭 晚上八点左右 赵长松出门的那段时间 他也一直在店里 没离开过 之后唱歌唱到半夜 一点左右才走的 从KTV的监控上来看 是有点喝多了 我还是觉得这个刘靳很可疑 他去浙江的那一天 周灿明明从家去了车站 那他为什么要说谎 他没有去呢 会不会去车站的路上 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矛盾 然后改变了计划 都盯着点吧 他好像对雪秀的事也有所隐瞒 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等一下啊 喂 喂 哪位 林队是吧 你不是想见我吗 你是顾俊明 我看了你们给的监控照片 应该就是透过手机的那个人 你在哪儿 我们能见面聊吗 别想玩我 你放心 我们就是因为有了一些新的线索 才来找你的 如果你想证明自己的清白 就应该站出来 我们现在有机会 把所有的事情都弄清楚 林队 你现在是一个人吗 对 我一个人 今晚九点半 我在长春马头惠仁酒店 三零九房间等你 我不希望你带武器过来 更不希望第三个人知道这件事 否则你永远都不可能见到我 没问题 那我 晚上见 怎么办 怎么了 没事 大家吃完早点回去休息吧 我还有点事 就先走了 怎么了 老大 不吃了 不吃了 你们吃吧 大家吃 估计啊 还是因为孩子的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您好 前台 您好 我想问一下309房间是用谁的名字订的 请问您是309的客人吗 对 是我朋友托人订的 我想问一下 您的房间是顾军飞先生订的 好的 谢谢 你找谁 把门关上 顾军民呢 你还想见他吗 他人在哪儿 你带枪了吗 我答应过顾军民 把手机给我 你想干吗 一会儿你就知道 你知道李子欣当时就死的这个房间吗 我当然知道 喂 周伟哥 您现在能来局的一趟吗 怎么了 您应该让我9点40打电话给他 如果他没接就把这个给你 电话打过了吗 他手机关机了 大家在家里坐起来没人接 别急所有人 您拨打的用户 我先回 找我 天氣正在哪 走 老六 怎麼樣 人不在 走了 會不會開在酒店 插下酒店見過 看是不是有人進過這個房間 你去哪 我去哪 你们要带我去哪儿 换个地方 走吧 我们一起去吧 我们去带他们的车 冲水 不得我 这是一个 找我 好 我最后一点 就是 这个 但是 很容易 你 好 郭静明在哪儿 我问你 郭静明在哪儿 在哪儿 有他电话吗 怎么联系他 坐下 说一下 你知道他在哪儿了 他抓了我们一名警察 你如果不说的话就在喊他 听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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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想让他成为杀人犯吗 真的想让他成为杀人犯吗 有人在哪儿 有电话吗 说话 我知道你们有联系过 说话 怎么抓到他 他 他的电话在这儿 为什么没人接啊 为什么没人接啊 他是用这个电话打给你的吗 为什么没人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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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马姐 讲话声音大一点 讲 他是被一个男的带走了 肯定不是郭静明 我就把照片传过去确认了 看你的 晚上来不及了 走吧 楼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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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快点了 走吧 楼上了 好 林队长 路上辛苦了 绑架警察可是重罪 这不是您自愿来的吗 顾俊明 我希望你跟我回去 配合调查 我回不去了 那你为什么还要叫我过来 找你来 我只是想告诉你 那个案子它不是我做的 李子欣被杀的那天 究竟发生了什么 林队长 几个小时之前 有个叫顾俊明的人给你打电话 让你去惠仁酒店见面 对吧 可是你根本就没意识到 那个人他不是我 不是吗 李子欣遇害那天 给他打电话的人同样不说啊 之前我都已经说过了 是一个快递员 他先是去了我的办公室 偷走了我的手机 然后又冒充我 才给李子欣打的他妈那通电话 子欣 电话 我来吧 卡我刷过了 嗯 好 不好意思 稍等啊 您好 警官 你是李子欣吗 是 你是 我知道一些你们当时选秀节目的事 我想跟你谈谈 你要干嘛呀 下午你就知道了 可是那天 警察明明从你的办公桌里 搜出了你的电话呀 我发誓令队长 办公室每一个角落我都找遍了 我也没看见我的电话 结果他莫名其妙地又出来了 可是你的同事们都说 那天上午你根本就不在办公室 一直到很晚你才回来 我有个采访必须要去 然后又去银行 把银行卡的网银结绑 我发誓我之前说的全是真的 可是没有一个警察相信我 他们都说我是在制造 不在场证明啊 那个偷走你手机的人 究竟是什么人 就是一个送快递的 他长什么样子 你还有印象吗 可思不够 能有 一米七 本数 五十多岁吧 如果你再见到他 能认得出来吗 差不多吧 我们再说说那通电话 凶手跟李子欣说 他知道选秀节目的一个秘密 你知道是什么吗 不知道 李子欣参加的那个选秀节目 你知道多少 你的意思是 李子欣的死和那个选秀节目有关 但是我还在报社工作 负责娱乐板块的东西 他们确实找过我 还给了不少钱 其实就是给他们节目做推广 但 对他们节目本身我并不了解 只知道他们是在打造什么 超人气偶像 我听说那个节目中途停办了 为什么 你知道参加那个节目有什么人吗 他说不定 这个方式 调整个人听说 nak贺兵的 赞兵的 你是不是 这个地方 都不想是 手机 你也不想是 这个地方 胡怡婷 她怎么了 自杀了 为什么 节目进行到最后 只剩下他们几个人的时候 突然有一天 有人给了我一些她的照片 让我传到新闻上 什么照片 验照 验照 谁给你的 主办方老板的司机 那个老板叫什么 具体叫什么不知道 只知道姓林 那个司机呢 好像都叫他 老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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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长松 是叫赵长松吗 是吗 是他吗 很像 这就对了 这应该就是 你被人陷害 而赵长松被人杀害的原因 你说这个女孩叫什么 胡怡婷 这些事情 跟李佳佳 李子欣 周灿 又有什么关系呢 喂 赵伟哥 带着领队的人查到了 是顾俊明舅舅的儿子 叫张超 给他这家联络地址 跟电话吗 他电话 16635895638 我还慢点 再说一遍 16635895638 定安 好 访问 喂 谁啊 是张超吗 你是谁啊 我问你是不是张超 是啊 梁雨晃在你手上吧 下车 怎么了 你是不是告诉别人 你来见我们了 你什么意思 刚才为什么会有人打电话 到我手机上 怎么回事啊 我没有啊 我告诉你 最好对我别撒谎 有结果吗 有结果吗 庄超这家伙加在四川自国 我已经联系他们家里人了 他们也联系不上的 请 请 请 喂 您好 姓公安局 警察同志 出事了 您先冷定一点 具体发生什么事了 我 我们楼上迷宫 好像有人开枪杀人了 知道中枪的是谁吗 我这边也看不清楚 刚才听见枪声 先生已中枪的好像是你的 隐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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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琛 警察 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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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欧退 我 中枪人怎么样了 刚刚拉走了 伤得挺重的 流了好多血呢 受到什么人吗 我这儿一服务员 冯丽萍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怎么这儿就舞蹈弄枪了呢 平时都坑坑气气人 受到什么人开的枪吗 一难的 这儿我这儿出了好多天了 人呢 没看着 我们也是听到枪声才上来的 就看到丽萍姐倒在里面 浑身剩下到处都是血 你们这儿见我开着呢吗 开着呢 开着呢 停 刚刚那儿 从头放 这是 这是杀害赵长松和李佳佳那男的 特别的 是杀害赵长松和李佳佳那些 是杀害赵长松和李佳佳那样 是杀害赵长松和李佳佳那女的 你在哪儿 我见到了顾俊明 刚刚 你现在安全了吗 什么 我问你现在安全了吗 我已经出来了 你知不知道我们整组人 整个晚上都在外面 所有人都在路上 你先听我说 我见了顾俊明 他把当年的事都跟我说清楚了 当年选秀节目的问题 是出在一个名叫胡怡婷的女孩的身上 凶手肯定是跟她有关的人 有关个屁 我已经查到凶手了 什么 我说我都已经查到凶手了 就是叫凶子安 越近越看不清楚 像一本熟悉故事处 真相再渐渐模糊 像冬天情片极了 像春多束缚 有陷入逃不开的枝枯 是人都有错 却不是都渴望宽数 每个人是你的幸福 原来是什么爱情片极了 那年很久的带牢 也在病人上 周全都在乱充 他都算了 我将冬天啊 都不拥在那里 别过来 都不听了 都不拥在那里 像是鲜花的陌路 只残留安心的孤独 谁知道这张不明的沿途 只是身不由己的绿渡 用尽全身携手 只是走不出迷雾